好,现在是我们教SOTA第一轮考试的内容 我们先叫构图 构图要上面留一个手指,下面留三个手指大概 对上来我们先开始绘画 好,找好上下的位置之后 我们把所有的东西看成一个东西 把这个轮廓线勾出来 这个就是我们要的构图 好,第二步我们开始来找位置 这个时候你切记还是不要一个个话 而是我们先把位置给找到 我们先把位置给我们来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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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第三步,我们把水果的轮廓化成,我们在上课的时候就交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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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如何画的轻角我们先给它理解成一个圆柱体 然后我们再来一半一半的去画它 千万不要上了之后先画这种细节 第四步我们画阴影和影子 这个时候也切记不要一个一个去画 一个完成之后再画第二个 而是要整体去画的 第一遍你把密切眼前看所有的暗的地方 我们先画一遍之后我们再找第二按的地方 第三按的地方依此类推把它画出来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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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Zither Harp 我们这一次练习需要45分钟到一个小时 我们把全部的画完成